第四十九集 有了李恒勤这个人物的存在,虽然李敬业还是照样会造反,但李家也可以避免衰落的命运。 而主人公从进入英国公府开始,就要面临人生中的许多变数。 他孤立无援,如同一只野羊闯入了家养的羊郡里,却凭着聪明和果决生存下来,逐渐受到重视,又得以飞出英国公府这片狭小的地方,飞向更广阔的天空。 全剧从宅斗到宫斗,再从宫斗到家国天下,除了李恒勤这条主线之外,还穿插了男主角的成长经历,以及午后玩弄权谋,欣赴大唐天下的支线。 最妙的是,这部剧并不是正剧,因为李恒勤这个人物从头到尾就是虚构的,里头还有与宫斗格格不入的美好爱情。 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随意发挥,观众也不可能去追究什么历史细节。 只要看起来合情合理,能够打动他们,这就足够了。 这个剧本已经有了大纲,桑莹甚至已经开始再写分级大纲了。 他并不急着让阿桑去投,因为之前那部唐朝的戏还没有拍。 当那部戏拍完,如果收视率好的话,他的知名度自然就打出来了。 现在这个剧本的价格也就会提上去了。 他写了一会儿,不知不觉就全神贯注。 那头已经拍好了周莫怀的一场戏,副导让他准备准备,马上就轮到他了。 桑莹关机,又拜托周莫怀的助理,照看一下电脑,就去补窗了。 拍摄的时候不可能按照电视剧正常的进度,导演会根据演员的档机和自己的需要来调整。 所以有时候,很多戏的顺序都是前后颠倒的。 他今天要拍的两场戏,一场是朱剑申第二任皇后王室跟万贵妃的对手戏,一场是朱又棠出生,在晚上才拍。 阿丽的宫式之内,一位身着皇后官服的女子坐在椅子上,神色迷茫。 周围跪了两个人。 今天是他大婚的第二天,然而就在昨天晚上,他的丈夫,大明皇帝,在跟他洞房花竹叶之后,竟然还跑去贵妃万世那里,再也没有回来过。 今天本来是要去给太后请安的,结果皇帝到现在还不见人影,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 王皇后只好一个人,孤零零的去给周太后请安。 周太后似乎也明白儿子秉姓,对此是无可奈何。 只是好言安慰了他一番,又让他回来。 娘娘,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呀。 是啊娘娘,你是国母,她只是贵妃。 按理说,应该她去给您请安的,怎么配让您亲自去见她呢? 她也不怕,折了福分。 这两个人,都是跟着皇后陪嫁入宫的丫鬟,对她的忠心毋庸置疑。 才说出这一番为她打抱不平的话来。 王皇后叹了口气,神色之中带了一点无奈,一点愤怒。 皇帝在大婚之夜离开,本身对皇后来说,就已经是一种羞辱了。 可她要是不主动服软,那第一任皇后无视了前者之间,可都还历历在目呢。 不要说了,她现在如日中天,连太后都奈她不和。 本宫,也指得全且忍一忍了。 鲜白的手紧紧抓了一下椅子扶手,又猛地松开来。 王皇后站起来,朝大殿门口走去。 跪着的两个侍女相视一眼,无可奈何,只好跟在后面。 在宫中,皇后本是仅次于皇帝与太后的尊贵存在。 然而就在万贵妃的永宁宫外,皇后被拦了下来。 宫女说贵妃娘娘不舒服,不方便拜见皇后娘娘,还请皇后娘娘先回去,改日再来。 万贵妃再得宠也只是贵妃,皇后却是天下之母。 王皇后那两名侍女首先就忍不下这口气,忍不住挺身而出,与永宁宫前的宫女吵了起来。 王皇后想到吴皇后的下场,没来由地打了一个寒计,正想让侍女住口,就见里头走出几个人来,为首的正是那贵妃万事。 臣妾有样在身,未能去给皇后娘娘请安,还想娘娘恕罪啊。 万贵妃懒洋洋道,却丝毫没有请罪的意思。 两人之间隔着几步台阶,位置一上一下,两两相望,王皇后的气势明显弱了一琴。 本宫听说妹妹病了,就过来看看,现在看来妹妹气色倒还不错,难怪昨夜还能伺候皇上。 忍了又忍,仍旧忍不住,刺了她一句。 万贵妃笑了一声,慢慢走下台阶。 陛下昨夜也没到我这里来,难不成连大婚之夜也不在皇后娘娘那里吗? 王皇后没发话,她身后一名侍女忍不住道。 贵妃娘娘,只要是您再得宠,也不该对皇后娘娘如此无礼吧。 万贵妃冷笑了一声。 哼,你是什么东西? 主子说话,也有你插嘴的份。 来人,长嘴。 她声调轻飘飘的,并没有几分震怒。 皇后娘娘也太人善了,这种自作主张的宫女也敢留在身边。 你既使心软下不了手,那就让妹妹我帮你教训教训她吧。 话刚落阴,已经有两名内侍扑上前来,将那侍女一左一右架住。 另外一人,举起手,就狠狠落下,一声一声,毫不留情。 王皇后又惊又怒,正想让人住手,手腕却忽然被人握住。 抬头一看,跟万贵妃视线相对,那冰冷又带着嘲弄的眼神,看着她,心目不住一颤。 咔! 江承志喊了一声,脸上隐约有怒色。 萧瑞妍,镜头在给你特写。 这个时候,你被万贵妃的气势压迫,脸上应该是带着恐惧的,而不是挂着一副楚可怜的表情。 你跟一个女人这种可怜有什么用? 你的恐惧呢? 不管戏外如何,在拍摄的时候,江承志是极其认真的。 就算萧月妍已经拥有不少的知名度,她也是毫不留情。 萧月妍从来没有被如此对待过。 她合作过的导演,哪个会像江承志这样,在大厅广众之下不给她留点面子的? 现在,所有视线都集中在她身上,生她有种说不出的难堪。 最重要的是,苍瑞就站在旁边,而她却没有受到同样的训斥。 但她很快就恢复过来,几乎只是几秒,萧月妍点点头,温柔道。 嗯,我明白了,再来一次吧。 江承志做了个手势,准备重拍。 等等。 周莫怀走了过来,刚才本来应该先拍她的戏份的,结果她临时有电话,就让江承志先拍桑营的。 老江,借用你几分钟的时间。 她对江承志说了一声,又转向桑营。 很抱歉,刚才我助理走开了,没注意照看,结果你的电脑摔地上了。 阿萨没有跟过来,所以桑营就让周莫怀的助理帮忙照看一下电脑。 剧组里边人来人往,一不小心是很有可能丢失物品的。 周莫怀的助理虽然忙,不过与周莫怀跟桑营的关系,照看一下也无可厚非。 没想到,她去上了个洗手间,回来,就出了事。 当时旁边根本就没人,也就没人看到案发现场。 问题是,电脑是放在座位上的,上面还盖着外套,好端端的,怎么会摔到地上呢? 周莫怀满脸歉意。 电脑摔了,那是其次。 只是这样一来,桑营就暂时没有电脑用了。 我已经让人重新去买一台电脑来了。 肖月言担心道,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,里面资料还在不在呀? 我听说现在专门有人盗窃电脑里的资料。 要不,你现在赶紧拿着电脑去修复一下呀。 江城之一听,连马上就拉得老长。 他最讨厌这种戏拍一半因为个人原因离开的演员了。 戏的进度会被打乱不说,所有演员的档机也会跟着变动,完全就是把自己的方便建立在别人的不方便上。 从桑营的角度来说,任谁碰到这种事情,起码都要先跑开去看一下电脑情况。 然后……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 胆敢在拍摄时间内从江岛眼皮子底下溜出去,干别的事情。 别说以后甭想跟江岛第二次合作,就算是有周莫怀撑腰,桑营也会给别人留下一个天长耍大牌的印象。 要知道,这天底下,流言蜚语那是散播的最快了,尤其是在现在网络时代,桑营原本形象就不够正面。 再加上这些七七八八的传闻,整个形象那就足够跌到谷底了。 肖月言还在说,我看你一直在电脑里边写什么东西,那东西很重要吧,你快去看看呀。 不用了。 桑营看了他一眼,满盆地道,那电脑不是我的。 他自己的电脑出门前觉得太重,就没有带。 刚好陆二那边有一款新买的轻薄型笔记本电脑,就被他直接带了过来。 可怜的陆二,刚买三天还没摸够手印的电脑,就相消欲允了。 肖月言没想到他还留了这一手。 联盟道,嗯,那,那还有你在电脑上写的东西呢? 桑营微微一笑。 有人跟我说,在电脑上写东西不保险,所以我一直都是在邮箱上写的。 还有后台自动保存草稿,建议你也用这个。 肖月言彻底无语。 桑营又对周莫怀说道。 多谢,等我拍完这场戏,再过去看看。 周莫怀看了肖月言一眼,笑道。 你好好拍吧,可别让江道失望了。 在别人眼里,能够得周莫怀亲自走过来解释一趟,还这么和颜悦色,可是天大的面子。 那头江城志见桑营不需要征途离开,脸色也好了些,挥挥手。 同派。 接下来的剑度很顺利,也没有再出什么幺蛾子。 戏中万贵妃咄咄逼人,王皇后从一开始向心声问罪,到后面涉于万贵妃的淫威,一声也不敢出。 眼睁睁看着自己贴身宫女被停障,眼里渐渐忍上惧怕,从此不敢再去招惹万贵妃了。 肖月言不知道在想什么,似乎有点不在状态,被恩击了很多次,最后才勉强通过。 不过等拍完这段戏,江城志对他也已经没有什么好脸色了,直接就撂下了一句话。 我觉得你的演技还需要磨练磨练。 江城志的毒蛇是圈里边出了名的,除非是周莫怀这样的地位,否则别指望他嘴下留情,才不会管对方是不是他老婆的同学呢。 肖月言被他这么一说,眼圈就红了起来。 江城志冷哼一声,让众人准备下一场戏。